五位五年台美重啟TIFA会议 昨天圆满落幕 而会中的焦点之一就是 我方向美国争取代工疫苗 获得了美方正面的回应 不过台湾取得疫苗之路频频受阻 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 美国知道台湾获取疫苗的路径遭截断 是美方大手笔捐赠我国疫苗的原因之一 否认用疫苗换晶片的说法 这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证实 我国半导体龙头台积电高层 要寻求美国协助获取疫苗 6月20号美国整整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抵台 数量是原先承诺的三倍多 传出幕后推手之一 就是正积极洽购500万剂BNT的台积电 外媒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证实 与台积电总裁魏哲嘉有接触 魏哲嘉向美方替台湾争取疫苗 也亲自和白宫官员谈过 雷蒙多给了正面回应 希望双方成为好伙伴 我国半导体龙头一出手就有好消息 掀起疫苗换晶片之说 白宫证实台湾取得疫苗之路 有外力干扰 是美方胜出援手关键因素之一 而美台关系强化 也反映在TIFA谈判停摆五年后重启 双方在简化医疗器材审核文件程序上有共识 我方向美国提出代工疫苗也有谱 我方提出的美方是愿意来继续跟我们来谈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的东西还不少 美方释出善意提法复谈 对即将离任的AIT处长丽英杰来说 画下圆满句点 他强调这是重振美台贸易伙伴关系重要元素 从疫苗到经济 美台在各个领域上持续深化合作 记者综合报导 你得出来了 谢谢大家